今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 我們是積極造地建屋 以及也要拓展交通基建 推動創科發展 也同時間要努力實現向低碳轉型 目的都是為市民創造更加好 更加優質的生活環境 同時增強香港我們的發展動能 讓香港邁向更高質量的發展 未來幾年我們會將這些發展藍圖逐步落實 包括北部都會區的建設 以及交易州的填海 國際創科中心的建設 新型工業和綠色產業的壯大等等 加上粵港澳大灣區龐大的發展機遇 我相信這些都會為我們工程業界的朋友 帶來巨大的事業發展的空間 另一方面工程界也要不斷擁抱創新 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裡面 我就公佈會研究成立建築的研發和測試中心 這個中心將會為創新的物料 建造的方法和技術進行研發 以及制定標準提供測試發出認證等等 目的就是要引領建造業不斷創新 成就更高水平的工程 其實擁抱創新也可以為我們帶來龐大的商機 世界各地都積極向綠色轉型 未來特區政府會繼續大力推動綠色技術產業的發展 我相信香港工程師必定可以在之中大展拳腳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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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